55岁泰森在酒吧遭黑衣男子持枪威胁 泰森淡定自若的举动当场让歹徒折服 众所周知 拳王泰森被誉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拳击手之一 年纪21岁就夺得了世界重量级冠军 以凶猛的打法被公认为拳坛野兽 在其巅峰时期缔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 多次以毁灭性的风格击败了众多顶尖拳王 即便时隔多年 泰森在世界拳坛中的威望依旧不减当年 但就是这样一位凶悍的拳王 也曾有被人持枪威胁的时候 在一个小酒吧里 泰森与好友相约前来观看喜剧表演 不料中途遇见一名黑衣男子 叫嚣着要挑战泰森 想跟泰森来一场1v1真男人大战 但在擂台下的泰森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 黑衣男子健壮有些不服气了 依旧不依不饶地说着 此时一位戴帽子的小伙上前劝说 并推散了对方皮下 让他赶紧离开这里 黑衣男子当场恼羞成怒 直接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 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 反观泰森则是淡定自若地坐在椅子上 丝毫没有流露出一丝慌张 在双方僵持许久后 泰森突然叫住了即将离开的黑衣男子 并送给了他一个拥抱 嘱咐他以后 做事不要那么暴躁冲动 黑衣男子健壮兴奋地离开了酒吧 你做得好,你做得好,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你做得好 你做得好 谢谢你, Mike 给你来吧, Mike fucking Tyson 你做得好, Mike